韓國瑜上任後真的把人帶進來了 不管是騎經老街還是六合夜市 都可以看到滿滿人潮 韓流效應商機無限 但隔壁的台南市 觀光業者看了好羨慕 可能因為藍綠的顏色問題 所以大陸人到台南 其實是相對跟其他縣市來比 是少很多的 台南觀光客真的明顯變少 飯店業者好苦惱 去年11月還有230多萬人次觀光 但今年11月大選後 高雄寒流帶動觀光發燒 台南觀光總人數 卻比去年少了將近30萬人次 甚至傳出有飯店空房率暴增 為了搶客人推出住宿 一晚下殺400元以下 破天荒的超低價是真誒 從訂房網站一搜 簡單風格的雙人房 真的住一晚最低價 殺到只要380塊 台南觀光慘兮兮 讓台南市長黃偉哲跳出來喊話 想要和韓國瑜談合作 當然我們也要希望說跟高雄能做一定程度的合作 把這個對方的優點互相發揮 互相揮影 發揮1加1大於2的效果 台南整體觀光人數下降 知名景點赤坎樓安平老街 異仔京城等人氣古蹟造訪人數暴跌 台南觀光業者小假競爭殺紅眼 也讓其他飯店業者痛批破壞行情 眾多觀光業者指判 寒流效應外溢到鄰近城市 讓過去超人氣的台南 別再拼觀光列車上吊恰 記者賴光章 黃世雲 台南報導 記者賴光章 黃世雲 台南